現代全新一站式網上銷售平台 Click-to-buy 使你可以隨時隨地選擇心軟的車款 看到車身及內櫳全貌 看好後,還可以立即下訂 去到 Showroom,減完手續就可以出車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減完車 我再駕駛久一點 我真的要換車了 大佬 什麼車這麼厲害 可以讓我試完之後馬上上換 除了 Ignis 之外,不就是他 Suzuki Swift Sport 對呀,我終於試駕到了 在我試駕之前 找來第一個進入這輛車 回香港的車主, Xavier 談談車經 當時我在2018年3月下訂訂車 訂完後,因為日本也太好賣 它是沒有現車 當時有想過在必長必步車回來 以及在日本的扣車網 但沒有,全部都是軌盤 它是有一個盤給你 但沒有實車沒有現車 都是要跟廠訂的 最後就叫水貨商入紙和我去廠訂一輛 當時訂新車到它真的出貨 要三個月 我三月訂,六月幾乎七月才到香港 之後就要安排驗車出牌的 因為它從日本回來是後面 尾座和尾玻璃都是黑玻璃 過不了香港驗車的 車太新了 香港的玻璃廠 未有後面這幾塊的透明玻璃 你問深南美呢 因為這輛是水貨車 它是不會幫你訂正創件的 就要去日本再訂一套原廠透明玻璃 頭燈LED 試過入運書處 接著它說過安全號碼 香港未有,所以不派 接著又要水貨商幫我搞一大堆東西 我不明白新車當然沒有登記過 怎會有呢 總之攪拌一下 接著去到十月才出到車 它無論裡面的房子的質素 行車時的隔音和操控 其實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它的避震說是Montroi Design 故意為這輛車做 但其實不知道是否因為它本身比較偏越野 這輛車型在歐洲有參加越野比賽 我不知道會否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的車高其實是很高的 原裝時的輪胎和沙板是一個拳頭有剩的 在側傾方面是比較嚴重的 但是你說它會不會相對地過很多腦草呢 它又不會 始終它的頭段都是硬正的 所以那些凹凸位都是有少許條 少許凹凸 不是說它完全很舒服 但到你真的要弄彎的時候 它又真的側傾得很重要 所以為何我很快就決定要換避震就是這樣 副波箱其實是沿用上一代的瓦臂 好處是它真的很近篇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這樣轉動 你拿上手是很開心、很爽的 但是到了你真的要高速巡航的時候 就嫌高速段 可能是行 80 或 100 這樣 轉數高一點 六波 如果六波是可以疏一點的話 轉數低一點會再省有很多 六波我行 181 吧 大約 3,000 轉 如果你說你負責時是很爽的 現在改了避震 喉嚨 因為香港的天氣對比日本太熱 換了 Intercooler 因為始終是 Turbo 車 想它入氣時沒有那麼大阻力 讓附近舒服一點就換了 Intake 換了放氣滑爐 日常我會拿車來駕駛代步或是家人 但是我覺得自己駕駛得開心是很重要的 否則你就會變成一個司機 好了,我們快點說完去 否則我真的不能下車 下不到車 終於試到我很想試的SWiP Sport 很感謝車主今天... 即是車... 很多車主今天借了一部車給我們 而車主今天還要請假的 所以真的很感謝車主 我是非常不想下車的 很想說 其實我簡直是不想拍攝 只想開車後駕駛下去 首先要和大家離身 這部車其實是有改改過東西的 剛才看訪問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這部車已經加了很多補品 不是原裝的 但是不要緊要的 因為剛才車主的聊天過程之中 我都了解到它原裝的時候是怎樣表現的情況 我們現在試試加了補品之後又怎樣的情況 都頗為了解 我之前駕駛SWiP Sport 時 Suzuki 能夠做到一部車仔 是底盤、車架都這麼紮實 因為它本身是輕 所以你一起一部爽快 然後到彎段又靈活 來到也算了 它的咬地力和整個轉向 是非常紮實和駕駛的 這是很起出望外 你沒有想到 竟然會還有一部日本平民車仔 能夠做到這種感覺 這一種才是日本人造車的那種勢力 亦是我喜歡日本車的原因 我現在整個感覺是非常之熱脫的 因為它很願意讓你踩 其實它現在加了部份車 加了冬菇、加了 Intercooler 跟了放氣彎路 整個尾喉及變形都改了 所以令到它本身 無論是Turbo 時 令到它的頭段的扭力很爆發 例如現在在三坡 很肯去 之餘在中後段 依然有爆發力的表現 所以整個動力很平均 所以令到駕駛時 更加有得心應手感 在馬力上 當然是在彎位上的表現 我們要快彎 我們要彎位跟別人鬥過時 這部車能夠發揮到它的功能 這部車本身我喜歡它的車架和底板 已經紮實了 但車駛在車底上也加了支架 令到車更加紮實 駕駛時你都可以完全感覺到 例如我現在在牛探尾 這些不停地不同的小彎 我即使不是很高速 我都已經可以感覺到它的 在底板上加了支架那種紮實的感覺 因為整部車是更加堅實的 可以說是更加堅實的 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言之 如果你駕駛大山人玩一轉的話 它能夠給予表現更加開心 因為它本身是車細、車短 所以更加靈活 我會覺得這部車是非常活潑的 如果對比之前我試的最普通版 行貨版的Shift 而言 它簡直是有少少像這輪廈渣 我可以這麼說 它真的令你不停地興奮 不停地打了腎上線數給你 它會不停地跟你說 你可以繼續挑戰我的靈物 我還有得讓你去玩 所以你是不停地想挑戰它的成果 無論是它的速度、彎、操控 看它的聲音 因為一來改喉 很沉實的 這種聲音 不停地興奮 而且因為Turbo 的關係 它的扭力很快 可以推動 所以它的頭段 真是沒得頂呀 你一起步 又頭段又扭力又夠 又輕 我車身 你一爆上去那一刻 很好 它這個六速的棍波 很有感覺的 它的感覺是每個波壓之間 是很清晰的 我進入一波、進入二波 是非常清晰的 它門紅的波段 的都可以給到一個很好的操控感 讓車主知道自己在駕駛甚麼波段 另外就是它的景點 它的景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挺不錯的 是有感覺的 它不是我以前試過Lismo Fair Lady 那種重 是重到你的腳是會抽筋的 這輛車其實是有重量的 踩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硬實 它會頂起你 有操控的操控 踩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的 而且它的頂上上來 你會令到 我覺得好處是甚麼呢 好處就是 譬如我們現在這樣 我退後 我鬆開幾點子 其實因為它頂起我 我比較容易知道 其實車的力量去到哪裏 這個對於我操控的時候 是更加方便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因為已經不知道 還可以說些甚麼 即是讚嘆 是沒有缺點的 我不想說缺點 都改了那麼多東西 缺點是把鬼嗎 缺點是剛才跟車主說了一點 車主覺得普通原廠的避震 其實都已經算不錯 但是它的傾側度始終都比較大 在原廠的避震上 所以它就換了避震 所以現在這個避震就很好 這個避震在我的感覺 就是它是不錯的 譬如說普通路況感很充足 有來的支撐度夠 但是它在瑞震的雷震 你不要感覺到其他地方 可以阻礙到你駕駛的舒適度 行車的舒適度 我覺得這個避震 它改了避震是頗不錯的 很久都未試過玩得這麼開心 喜歡一輛車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試過後的感想是 努力賺錢買它回來做第二輛車 好了,事駕駛到這裡 大家對這輛車有什麼看法可以一起討論 最後又是希望大家支持的時候 Like 和 Share 之外 幫忙看廣告和訂閱頻道 大家的支持才可以讓我們繼續營運下去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